在中国买东西 手机扫一扫就复行了 菜场的那些 卖鸡肉 卖猪肉 卖菜的 他们也很得以接受 在这里就是带着手机就出门了 无现金社会在中国和瑞典 发展到什么程度 最近我国经常提起 要落实智慧国的愿景 迈向无现金社会 是智慧国愿景的一部分 而在这方面 近来是有许多行动 上个月就有了一个 用手机转账的系统 转账双方不需要是 同一家银行的用户 另外我国也定下目标 要在2020年实现 公共交通系统不用现金付费 中国是无现金支付方面 领先的国家 在那里用手机付钱 是非常方便的 因此人们都普遍使用 财经追机特地到了上海 找到一些新加坡人 看他们在那里 怎么样过不用现金的生活 郭伟玲这个月从中国回来 新加坡度假 过去两年 她都在上海工作 5块钱的 阿姨可以用手机支付吗 没有啊 没有啊 我就是回来三天了 然后我回来之前 我就听说有那个pay now 对吗现在 然后我就试试看 然后我就发现 其实pay now 只是可以朋友跟朋友之间 无限的付款 5块 等我pay now OK OK pay now是大约一个月前 推出的手机转账系统 参与pay now的银行有7家 公众可以把个人手机号码 或者是身份证号码 同银行户头挂钩 换句话说 一个人能够有两个银行户头 有pay now功能 pay now是直接同银行户头 挂钩的 用户不需要另外加值 要使用pay now转账 收款人也必须使用pay now服务 推出超过一个月 新加坡银行公会说 截至这个星期一 已经有超过64万个用户 注册使用 不过在中国习惯了 用手机付款 郭伟林对于pay now 现在只限于个人和个人之间的转账 还是有些不习惯 可以用手机支付吗 我们没有装 我就有一点失望 就是我还以为 诶 终于新加坡也是有 就是手机支付 无限支付 在中国 郭伟林 九成的日常交易 都是用手机支付的 比如我早上上班的时候 就是要骑那个自行车 然后也是用那个来支付 然后可能就买早餐的时候 他们自己也会有那个QR code 然后你只要scan 然后就可以就支付了 就是你会觉得你的生活里面 就每一个touch point 里面就是要还钱 要做东西 都变成很依赖的那个手机了 现在 在中国 手机支付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只要扫一扫二维码 再输入密码 就完成付款了 据统计 中国去年的移动支付款额 达到38万亿人民币 或接近8万亿新元 超过中国经济规模的一半 比美国多50倍 林志刚从事网络科技业 到上海工作不到一年 来一个两个门店 还有指交键 他到了中国生活 发现无现金支付 比想象中还要普遍 所以我到了以后 其实前两三个星期 还没有设立支付宝账户之前 发觉什么东西都比较不方便 那我们设立了账户以后 什么东西都变得非常方便 我要叫车 要在网上购物 其实在便利店买东西 到菜市场去逛 都可以用支付宝支付 不过 林志刚会确保手机支付 户头里的金额不太多 这样手机丢失的话 损失也不会大 我支付宝的账户呢 其实一般来说 充值的话 我会充大概500到1000人民币 对 也不会充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如果你这个密码 被泄露出去的时候呢 如果真的是被人家盗用的话 其实它支付宝是 直接连接到你银行户口的 所以还是 损失还是可以是蛮大的 所以我们怎样确保 这个不要被盗用的话 就是你手机一定要设密码 中国的手机支付程序 都是同银行户头挂钩的 因此像郭伟林 就选择用存款额不多的户头 我就是不用我的工资卡 来联系那个AliPay或者WeChat 就是用了另外一个银行的户口 然后里面只限制 可能就一个一两千块 就是说 以防就是如果手机不见 或者被爬了 那那个人就是 他只就是 你只可以失去那 比较少的一点钱 不过郭伟林说 中国还没有完全 进入无现金的社会 一些交易 还是需要用到现金 就有时会带 一两百块 然后有时就是 大出租车 可能有些比较 比较老的出租车 师傅 他们还是喜欢 收现金一点的 那这身边还是有点钱 可是不像以前了 就是以前可能会带 几百块一千块 用手机扫二维码 在中国成了 每天扫不了的动作 手机支付平台 在中国诞生 同网购在中国 非常普及有关 因为信用卡的使用不多 电商开发了支付平台 结果演变成为一个生态 另外就是几年前 兴起手机用户 用聊天程序来派红包 因此出现了手机转账 稍后回来 看新加坡人 怎样用手机支付 在中国经营 饮食生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杨茜茜